NBA新秀賽破例 林舒豪成首亮相台藝球員 林來風的魅力 連NBA總裁史騰都屈服啦 今天史騰才說不會破例讓林舒豪參加 台灣時間25號的新秀挑戰賽 不過被巴克力炮轟 此舉真是純到家 結果史騰隔天改變主意 破例增加球員 讓林舒豪可以參賽 林舒豪也成為史上第一位 在NBA明星週亮相的台灣藝球員 今年新秀挑戰賽 除了破例由每隊18人增加為20人 組隊方式也和以往由新秀對戰二年級生有點不同 聯盟將根據打NBA未滿兩年的球員表現 改成不分年資混合編組 分為由俠客、歐尼爾領軍的俠客隊 以及俄漢巴克力率領的查克隊 主題兩隊進行選秀 林舒豪在第三順位的時候 被歐尼爾用第二個選秀權挑中 將和好小子成為隊友的有快艇幹籃哥 葛瑞芬 尼克隊友菲爾茲 以及之前曾交手過的沃爾 和西班牙神童盧比歐 歐尼爾來說 隊上有幾名包括林舒豪在內的潛力後衛 配上葛瑞芬 倒是查克隊的籃框 勢必將被狂轟猛炸 此外 林舒豪除了將參加新秀挑戰賽外 也將在26日早上以助手身份 幫助參加灌籃大賽的隊友 桑普特 灌出佳績 東新聞 好魅力 真是無法擋 報導